中國大陸崛起 但是印度真的是羨慕嫉妒恨 我們來看到是有關於大陸的探閱工程 第四期長的六號任務 其實在三號下午的時候 經由長征五號搖八運載火箭 在文昌航天局發射 而且非常的成功 一起來看看 5 4 3 2 1 電話 電話 好 在長兒五號任務成功之後呢 長兒六號也被賦予了新的使命 這次呢 他前往月球的背面 南極艾特肯盆地 進行行貌的探勘 而且地質的工作等等 他還會去發現不同地域 不同年齡的月球樣品 帶回地球 這是人類首次進行月球背面的取樣 真的是非常的偉大跟了不起 另外呢 來看到中國大陸 還有呢 第三艘的航空母艦福建艦 其實已經呢 有進行海事了 現在要進去 要變成是三航母的時代 一起來看看 從遼寧艦到山東艦 再到福建艦 新時代人民海軍 邁入三航母時代 好 將軍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你看 印度通通都輸 所以他真的是羨慕嫉妒恨 登月 你呢 沒有辦法登月嘛 然後中國大陸是要背面去取樣 然後呢 上面還搭載了 很多國家的一些儀器上去 另外再來看到印度就說 沒有 我們很棒啊 我們呢 有四名太空人要參加 這個太空任務 而且莫迪還親自頒獎給他們 另外呢 馬斯克 沒有去你印度 結果跑到中國大陸 印度真的氣炸了 說馬斯克是道德低劣 為了做生意 哎呀 沒去你印度就氣成這樣 然後呢 連體育也輸 那氣普普說 這個是羽球的 湯姆斯杯四強真賽當中 中國大陸一哥嘛 石禹奇 我看他比賽很厲害 大戰印度的一哥 結果呢 被吊打了 然後最後呢 團體賽3比1取勝 結果呢 印度記者說 哎呀 你賽程不利我們 我們少休息一天 然後我們的一哥 是因為犯了胃病 然後甚至還有印度郵報說 如果抽籤結果是更好的話 我們就能夠返回頒獎台 要把中國大陸幹掉 然後更不用說福建艦 人家都海事了嘛 然後呢 印度的海軍前參謀長就說 沒有啦 我們也要快要跟 法國合作 開發核航母 兩國已經有一些戰機引擎合作 所以聯手造航母合情合理 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尤其是那個長蛾6號 奔越 剛才發射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還蠻穩定的 升空那時候 整個一點火之後上去 它是蠻穩定的 因為這個在發射的初始階段 是蠻危險的 因為它是靜態 而且大量噴火 它的火有時候會反彈回來 燒這些金屬 所以越來越來越講 在發射火箭 就跟飛機起飛一樣 飛機在起飛階段 也是蠻危險的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是要到月球的背面 中共在探月 探月行動它要到背面 上次到背面 也把月球的土壤帶回地球 這個非常的珍貴 第一次 因為美國是在正面 到背面困難度高 因為你是中斷的 你的無限地還有飛控 是受到阻隔 所以你這方面的 經困程度是比較多的 第二個 它這一次 你看它這一次為什麼到 到背面 而且是到我們講到的盆地 盆地看看有沒有水 因為你在高樓的地方 沒有水 盆地有時候會積水 大家看得到盆地 那盆地在 在盆地的底部 這個著陸的話 困難度也蠻高的 因為它凹進去的 沒有像那邊 那突出來或在平坦的地方 它凹進去 然後這又帶生命體 第一次 因為以前 美國到 也包括印度 印度也曾經在 在月球的正面 也有 但是都沒有帶生命體過去 所以在 在這個生命體 看月球的環境 因為月球的是真空 幾乎真空 地吸引力 地球的六分之一 地球一個機 月球六分之一個機 看它整個的 那個狀況 那個生活狀況 那這一次的話 它就為 我們講的下一次的 嫦娥計畫就登月 那這完畢之後 下次就是 人就要上去了 他現在先運貨物 運實驗的東西過去 然後他這個也做了 這方面的挑戰之後 另外一個 也做了國際科研外交 法國的 歐洲航天局的 義大利的 巴基斯坦的 通通過來我幫你們 因為帶多帶小 現在東西又要比較輕型化 好帶沒有像以前的 是重量化核心化 現在我們知道 都已經複合材料了 都已經輕量化了 所以要帶這些東西 也方便 空間也夠 既然要一次發射 一次做 那不如帶多一點嘛 那你要一個什麼東西 你要做一個什麼實驗 零重力實驗 或者是藥物實驗 還是生物實驗 還是生化實驗 你跟我 但是你自己來做 我這一個空間給你 重量限制多少 空間是大小多少 我給你 你來做 但是問題 這個國際外交 國際科研 這種還有這種 我們講的 有某種層出的 金氏上的合作 因為這已經到太空領域了 那這個又不一樣了 而且這有人情了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太空人 印度他有宣佈要四名太空人 因為我們都知道 都是要有備用的 一般來講都是 一到三名不等 那四名的話 當然有備用 但是我認為 印度在這一方面的 風險蠻大的 為什麼 因為印度到現在為止 他還沒有真正的 來做那個試探 這個再一個人 先做一個人來試試看 或者是抓一個猴子 或一隻狗 太空狗 或太空吼來做實驗 直接拿人來做實驗 那風險會不會高 我們不要完全否認 第二個 印度曾經 他的烈火飛彈 光做彈道飛彈 他都有發射失敗 彈道飛彈 這只是飛彈而已 他都會失敗 那現在是要載人 載人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是有一點點舒適的話 會有三長兩短的 要非常謹慎 他打烈火飛彈的時候 都失敗 我想說 那你這個打太空船 上去要進入地球軌道 再從地球軌道回來 先進入地球軌道 先走一走 還不要說說 建國際太空站 或者是到月球 那是更遙遠的 那一步步來 那中國大陸是逐步來 先進入地球軌道 然後再建立天空太空站 然後現在再登月 他是一步步來的 那現在他要做太空人 而且我認為 如果是他在沒有美國的協助下 想要在自己摸索的話 他的風險蠻高的 由美國幫他把關 那另當別論 美國就把他把關 那航母的話 我們待會再說 但是美國把關 真的是能夠品質保證嗎 現在其實也是有一個問號 因為美國自己 之前有登月過 現在登月的計畫 命運多船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 新興的大國 現在在這些各方領域 都是已經跟印度不同量級了 那印度就是充滿了羨慕嫉妒恨 也想登月 也想要送太空人 然後另外馬斯克去了中國大陸 你就說人家道德淪喪 然後羽求輸了 你就說是我們賽事不公等等 然後這個要見這個 人家看到福建界 你說我們要跟法國來合作 但是法國他也準備要造下一代核航母 然後戴高樂把他取代 但是他2035年 2025年展開 要到2038年才要服役 所以差了太多了吧 所以我想問一下 將軍怎麼看 印度怎麼都那麼不服氣 然後他要造航母有可能嗎 因為印度向法國買幻象戰機 向法國買標空戰機 都買都有法式的系統 現在法國也要做航母戴高樂 那你說我們來一起合作 我們也來做呢 我認為沒那麼簡單 要做這個合動力 而且法國的資金 跟那個印度的資金 都不是那麼充裕 我們看法國 法國自己的國民所得那麼低 他拿這個錢 一艘航母100多億美元 換算成人民幣的話 將近是我們講到的 將近一兆人民幣 你要乘以7.1來看的話 將近一兆人民幣 不是那麼開玩笑的說要做就是做 而且我的判斷 他現在要開始做航母 航母做航母要12年 12年的話到2038年的時候 要下水成軍 航母的這個戰略 軍事戰略地位 戰略打擊的份量 可能降低了 沒有像現在 你現在搞坦克 那不如搞無人機吧 你搞坦克的話 你直接溢租進去 結果戰場上沒有用 變成戰略包袱 你反而發展無人機的話 這有戰略價值 變成這個狀況 那現在 我認為2038年 這個太久 然後整個的戰場環境已經變化 航母的話 可能彈道飛彈 或你隱形的 還有滑翔戰道飛彈 它會變軌的彈道飛彈 可能對航母殺手 航母殺手更多 如果剛好 你整個的雞彈 通通放在航母 航母花了一千多億人民幣 印度做出來了 核動力的 結果是變成一個戰略目標 那你其他都耽擱了 因為這個錢都花在上面 你所有雞彈都在這個地方 結果一個雞彈被摧毀 是這個樣子 我要認為它考量的是戰略價值 而不是一個戰略展示 所以你看印度 你想要造法國來造航母 但法國自己是2038年才造得出來 你可能要請法國造 也可能要再慢慢等 但是將軍講到一個重點 到時候也許航母 有可能真的也是無用論 中國大陸這些東風島 現在都可以是航母殺手 未來更強 所以中國大陸好消息不對 福建艦海事 然後現在也被說 第四艘的準航母也出現 是什麼呢 是076 076我們不斷提醒 它已經有外漂的一個分段了 然後它可以搭載更多的艦載機 那076為什麼說它是準航母呢 因為它可以搭載什麼呢 搭載殲35 殲15T 空警600 攻擊11 直20 這些戰力攤開來 那就是準航母的一個姿態 對 尤其是無人機 我判斷這076的攻擊的航母 它會以無人機為 無人機航母 然後有人機航母 有人機航母的話 遼寧艦 山東艦 福建艦這個 它搭配有人跟無人 那有人OK 三個 那這無人機的航母 將來無人機航母一出來的話 因為將來是無人機天下 那無人機航母在076上面做起降 可能它的整個的戰略價值又提升了 而且人員的傷亡 無人機沒有人員傷亡的道理 是這個樣子 那它可以在海上 但是航母 人控制航母 人操縱航母 人在航母上指揮這些無人機起飛 然後在攔截手上面降落 或垂直起飛垂直降落都可以 現在將來的方式變多了 不是光只是這個彈射起飛 也將來可以垂直起飛啊 因為現在無人機也不見得說一定要 一定要彈射起飛啊 那彈射起飛也可以 垂直起飛也可以 那是無人機又沒有風險 然後它這個現在的運用的 這我們講的戰略價值增加 但是我們講到的戰略的這個資金 就是預算 軍事預算也好 國防預算也好 在這一方面 無人機將來就跟我們講的大疆 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廣泛運用 反而變成按照經濟報酬規模 越來越廉價 那你幹嘛要用有人 越來越廉價 用無人機省掉逃生系統 省掉坐舱照 省掉很多 你這樣的話空間更大 重量更輕 為什麼 你都省掉了 而且現在無人機不是光只是AI 它複合材料 複合材料又輕 AI又方便 因為隨著AI來看的話 無人機越來越起到有人機 它整個的戰略的價值 無人機會越來越高 有人機相對被取代 那是這樣的 那我想說076可能會 朝無人化的途徑去走 這條我是這麼做初步的研判 因為中共它會做區隔 然後先做 然後做區隔之後就計畫 計畫不會來做驗證 然後驗證之後做修正 那現在 它這個福建建的話 已經到上海的 這個我們叫外海去做測試 它把所有的這些 最大動力輸出 最大馬力輸出 最大電力輸出 從頭出來 然後最大的轉彎率 也就是最小的轉彎半徑 還有最大的航母的傾角 因為轉彎的時候會有傾角 通通算出來 通通算出來最大 因為它總共是 我們講到的 它那個電力 對 它8萬噸 但是它8萬噸 我們知道它是22萬匹馬力 它有8個鍋爐在那邊種 4個軸出去動力 然後1億多瓦的電力輸出 那換句話說 剛好這時候電力驗證 馬力 馬力驗證 也就是它的航數 最大航數驗證 看可不可以到達32節 還是到達35節 那就這樣子 然後傾角出來 因為上面沒有飛機 不擺飛機 最大的傾角出來 看看最大傾角是多少 最大的左傾角 最大的右傾角 最大的左傾角 也出來就知道 原來這個航母 它將來的承受力 或者是在面對惡劣天后 還有在作戰的時候 在緊急的狀況之下 它各種的性能 可不可以應付自如 對 所以中國大陸 現在邁入三航母時代 而且現在可以說是雙喜離門 第一個是076 現在也可以看到 即將要航空出世了 那這也是準航母 另外呢 講到了這個三航母時代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標配 比如說它會搭配哪些作戰群 就可以看到 包括了外媒分析 會有095的核潛艇 2027年就完成完全的戰鬥力 好 那為什麼說 它的這些護衛艦 這些還有核潛艇很重要呢 因為航母不是單打獨鬥的 前面會有個095的核潛艇 兩艘動物 兩艘052D 兩艘054B 還有一艘901的綜合補景艦 然後上面的飛機也很強 比如說殲15啦殲35啦 空警600等等的 對 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航空母艦出去的時候 除了水面看得很清楚 空中它都有這些 我們講到垂發系統的 這些艦隊空的飛彈 也有這個我們所講到的 它也有戰機可以 因為航母它有戰機可以 在擴清空域 但是水下一定要潛艦做掃蕩 因為水下在哪個地方 有沒有伏擊的敵方的潛艦 我的潛艦就好 一潛攻潛 一潛抓潛 一潛攻潛是比較厲害的 你在空中去抓潛 還有在水上去抓潛 不太好抓 在這水下做掃蕩 一潛抓潛 一潛攻潛就方便多了 094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094 095 094它有六艘 095的話它再做又升級 是這個樣子 要做潛艦 而且094還有095它可以發射 這個水下的潛艦射的 我們講 巨浪2是洲際彈道飛彈 它也可以發 巨浪3 就是說潛射式的反艦飛彈 潛射式的防空飛彈 你都出不及防 從水上打出來之後一個氣泡 一重點燃就打那個飛機去了 你根本看不到 以為海面上什麼都沒有 沒有船啊 但是現在有潛射式的 我們講到的潛射的防空飛彈 你打那個飛機 是這個樣子 所以潛艦的重要性增加 而且中共現在是 這個財電潛艦慢慢要減少了 權力發展的是核動力 所以是095 096 094是第一代 它就094 095 096 所以095 096為準 對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 095跟096它的聲音分配數 就跟大海的背景值很像 所以美國你也很難偵測到 那更別說它可以搭載 巨浪2 巨浪3 或者是將近說了 潛射型的飛彈 不得了啊 然後你可以搭配了這個三航母 就可以看到 這個完全的戰鬥力強強聯手 另外中國大陸發展航母 有後發優勢 後發先制 譬如說它上面就被講說 有五大優勢 是領先美國的 第一個來看到它電磁彈射 它3000次也不會出現一次故障 比美國領先了10年 因為美國400次 就可能要故障一次 一體化圍桿你看這麼的簡潔 代表說它的隱身效果更好 另外呢32面 相控圈雷達 比你美國還要強 全世界最強 然後呢搭載殲35 殲35三大優勢啦 雙發窩扇十九 有氮化加雷達 可搭載霹雷15 霹雷10 這些就比你美國還強 然後呢更別說 供旗十一上艦 這件事情也比美國還要來的強 對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後發先制 因為後發 你就用最更新的嘛 你不用再去走那個冤枉路 還再重新走一趟 不要了直接跳帶了 第一個我們講得很清楚的 就是電磁彈射 它為什麼不走蒸氣彈射 蒸氣彈射又笨重 一組蒸氣彈射要2500公噸 又佔了好大的空間 電磁彈射不要600公噸就可以了 它整套設備加起來 他們都丟去600公噸 三條是不是 三條就是1800公噸 我的彈射系統統統就位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優勢在這個地方 後發先制空間也省了 重量也省了 省下的重量跑去載油 因為它是採電的 燒油 燒油的話 大概一出去大概要8000公噸的油 大概載出去 還包括航空用油也要載 因為它的艦載機 另外一個我們講到 它這個就是我們從殲-15 現在變成殲-35 那殲-35逆中 逆中的話 逆中美國的F-35是單發 那殲-35雙發 那雙發重型 它推力在空中的話 就是動作籌載量 攻擊力道就是比較強 而且大家都向威震內雷達 那向威震內雷達 那中共在這一方面 也是後發的優勢 那它這樣子在空中 空戰的這些動作 會比F-35來得更靈活 而且安全度高 單發動機 有時候在空中出了問題 F-35 我們知道F-35 美國也摔了幾架 因為你就是這個發動機 還最寒 你就這一個 你沒有辦法保障 但是雙發不一樣 雙發有一個東西故障 我還可以帶著故障 先把我的航空母艦上面清空 我要回來落地 因為我有個發動機有問題 部分馬力消失 另外發動機好的 一個發動機整個壞掉 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回來 因為我們以前飛F-35的時候 一個發動機壞掉都可以回來 沒有問題 那這個安全係數是否提高了 因為注射動作是心臟 那個F-35一個心臟 但是它有 我們講到的 殲-35它就有兩顆心臟 不一樣 有個心臟壞掉 還有個心臟可以 只是部分馬力消失 部分性能就可以 我空中科目 現在暫時終止 我回來落地 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它所掛載的這些飛彈 飛彈 我們講到的飛彈 霹靂腰洞 它有短層的 但是問題是霹靂兩腰 霹靂腰兩 霹靂腰五 那打得就遠了 霹靂腰五不得了 霹靂腰兩的話 就可以打到140到150 那霹靂腰五 那可以打到200以上 比米國還遠 是這個樣子 那霹靂兩腰更不得了了 霹靂腰可以打到300 最新的 因為原則上 因為霹靂兩腰很少用 霹靂腰好大一個 你看看 那好粗 為什麼 它打到300公里以外 大概可以 最遠大概可以打到370公里 是 是這個樣子 那它很大 很長遠 還長遠遠 但是問題是它在哪裡 要有個目標獲得 可能要有個導引機 是 因為300太遠了 可能有個導引 導引到那地方之後 它自己開 它的主動雷達 去抓那個目標 是 抓那個目標就過去了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 不是光自己的飛機性能要好 還有武器性能要好 對 車子好 但是問題是 你上面的這些裝備要好 那就不一樣了 車子好是車子好 裡面的內建 也不一樣 你開起來的時候 又幫你按摩 又幫你音樂 又什麼 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買車子你是看兩種的 車子好 加速快 但是裡面又舒服 你可能就 你考了兩個都好 那你就會好了 對呀 所以中國大陸 才會有說後發的優勢 說包括上面的艦載機 還有它的航母 跟你美國相比 就是有後發的優勢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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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